大家好,我是Rex 上次說這部影片達到5萬訂閱 就要做做愛就跟吃蔥餅一樣的畢老漫畫 但後來我發現那部漫畫是很認真在做愛的畢老漫畫 實在是不能做成影片 所以喜歡看韓慢的我 乾脆推廣來自韓國的大便給大家吃 那就是今天要講的 抄襲許多日本動漫作品的罪惡之福 作品於2021年8月18日連載於韓國NEVER 商家八話內容就因為之原因暫停連載至今 是少數沒有因為抄襲而被宣布停止連載 那我們馬上開始這次的影片吧 主角艾倫 啊不是我是說安彈丁啦 是一個正義感很強的人 這天他如往常一樣去保護被耳垂超厚流氓男搶錢的同班同學大潤 帥氣的從高處跳下來耍帥和流氓男進行戰鬥 我不會 允許有人為非作膽 看招 智慧術摔拿 只是把人摔出去就要寫成必殺技啊 雖然很有氣勢但還是根本沒有軟溜 彈丁就被流氓男狠狠教訓的時候 剛好學校老師發現了才救下了蛋丁 你這混小子啊 靠我的教育權利 真正的教育 啊靠腰不就是單純的老師體罰學生 我已經不想吐槽了 老師的體罰為什麼還要灌招式名啦 總之生氣的流氓男就對大潤說 放學後再來找我 這兩人離開後 老師對蛋丁說 蛋丁 你為什麼要自討苦吃 你每次都打不贏流氓男啊 而且和大潤的關係也不好吧 要抓花蛋 等你未來當上警察再抓 大潤畢業後也會自然沒事的 你未來可是要考上警察成為警察啊 到時候才能幫老師啊 就假裝自己平常沒有看到別人被欺負吧 原來老師也是個爛人啊 這張蛋丁回想起小時候有一次 身為警察的爸爸送了自己的生日蛋糕後 就馬上離開去執行任務 結果為了保護夥伴而死 蛋丁從此立造成為警察 放學後 蛋丁又剛好在天橋上看見流氓男又要欺負大潤了 於是前去阻止 流氓男就不爽啦 啊蛋丁你這混蛋 平常就是學校排名牽緊的啦 未來可能你會考上警察成為警察啦 超級白 我算是一個傻瓜 每天來學校就只負責Dandy啦 所以我決定要趁現在 還未成年享受學校時光 沒錯啦 我只是處罰少年啦 就算換我 也不會受罰你出財啦 就像是台灣的郭忠生殺人也會沒事一樣 於是就來流氓男 要把大潤推下去的瞬間 蛋丁衝過去把大潤拉了上來 但自己卻越過的柵欄 摔得下去 就在那要死去的剎那 蛋丁看到在流氓男身上的怪物 但還來不及多想 蛋丁就被卡車撞死了 真是經典的開局呢 總之男主遇到了一群 掌管人類良善的組織 他們自稱為 世代改編曲 因為男主願意犧牲自己 拯救他人的善良感動了他們 現在你可以順著繩索上天堂 或者拿起我們的肋骨 成為處刑者 得到力量 去與罪惡戰鬥 原來男主死前看到的怪物就是罪惡 他們源自於人類的惡 而且犧牲後會逐漸讓宿主失去罪惡感 於是男主角回憶起來自己對父親說 自己要成為韓國最高的警察廳長約定後 選擇了成為處刑者 復活了 馬上連頭衣服一起再生 呃...對 衣服也再生啦 男主成了像戀巨人一樣的斧頭人 喔不是 我是說處刑者 不過這斧刃的方向完全錯誤 沒有刀刃的那邊 總會是面對敵人啦 總之蛋丁跳起來 要和已經脫離宿主流氓男的罪惡進行戰鬥 接連露出了很多更像是艾倫的知識和爭氣後 蛋丁就馬上想到了大招的名稱 看招 Execute 罪惡之符 取自Execute 處刑的諧音 蛋丁果然是學霸啊 連諧音梗都能馬上想到 但也因為立結昏倒了 這一切都被女主熊木錄起啊 啊不是 我是說宋賽耶看在眼裡啊 他說了句 這就是蛋丁 最後的處刑者嗎 之後男主隔天醒來後 發現有人破窗把自己帶回家 而且隔天大潤和流氓男也沒事 只不過都沒有當天的記憶了 甚至流氓男開始對大潤道歉還下跪 原來是罪惡被消滅之後 他的罪惡感就回來了 接下來放學後又遇到了罪惡 這次是說謊之罪 看我的必殺先守必勝 呃等等不是所有的罪惡都是壞人啊 這個罪惡是說謊之罪 所以善良的男主就被欺騙 想要生出處刑武器時還生不出來 畢竟這是男主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戰鬥 就跟Tru男第一次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生出自己的武器 所以蛋丁不要氣餒啊 啊不是 我是說這時候拯救蛋丁的就是女主宋賽娜 使用了必殺技拔劍罪惡法定 再加上必殺技垂直斬一年有期徒刑 把罪惡的弱點胸口的釘子砍斷 然後又又又使用了必殺技 雙手斬五年有期徒刑 總算取得了勝利 該到底是有多少必殺技 總之女主開始介紹世界觀 處刑者會噴灑噴霧 讓目擊的煩人失憶 也會趕快利用能力或科技進行現場修復 自己是韓國處刑組織第一贏的人 是非常經典過去有受過傷的日系傲嬌女主 雖然是我送你回家的 但你這個弱小的蠢貨 連處刑武器都用不出來 這代表心中沒有正義 你不要跟我那麼親近 當我重生為處刑者時 我就決定了要一批都不留 把罪惡全部殲滅啊 啊幹你啊說你不是艾倫 之後呢男主就慘遭女主痛厄一頓後 沮喪的回家了 就巧遇了一名男人 當有人露出你這張臉 不是犯了罪就是被人痛打一頓 那你是哪一個呢謝謝老師 我們來自東京咒術高專的虎仗優人 啊不余大明登場了 他說自己是處刑者組織中最強的人 非常興奮 因為自己已經有50年沒有回國了 在一番說明之下 大明決定要作為老師 訓練男主成為真正的處刑者 因為男主就像是曾經的女主塞娜一樣 大明幫助男主的目的 是要男主彈丁幫助自己實現夢想 你是說能在所有人觸泳下死亡的夢想嗎 抱歉又錯綁了 總之大明教導彈丁怎麼運轉咒力 呃我是說處刑之力 解釋處刑人的身體只是可以 只要由世代改編曲賦予的肋骨 所變成的心臟沒有被破壞 怎麼受傷都可以再生 所以要從心臟汲取力量 怎麼搞得像是練軍人中的武器人使用惡魔心臟一樣 只要心臟不死都能再生 還是真的就是超級縫合怪 就是很老套的那種查克拉還是氣之類的 大家也看過教學的模式 順利讓男主再一次女主執行任務的途中 插入戰鬥並修出了自己的實力 還說出了自己和女主一樣是心中有有正義 願意保護無辜人類的處刑者 成功刷出了好感度 但在好不容易事情解決後 突然登場了等級很高 遠超之前敵人的超強罪惡 把男主和女主切斷後打飛得遠遠的 就算男女主再生亡也依然不是罪惡的對手 因此當他們要被幹掉的時候 大明登場了 他只丟了一件外套就中上了這個恐怖強敵 是說這真的不會太裝導致之後輸了會變成小丑嗎 那大明會這麼強是因為他是儲心者組織中 失蹤已久的前任第六將軍 原來虎仗從日本飛到韓國 是繼承了五條老師的意志 想成為艾倫的老師啊 那回歸正題 大明要好好地教訓這個罪惡 於是和其他人用骨頭武器不同 大明比出了首飾 領域展開啦 把周圍給包起來了 然後使用了黑色的咒力 黑閃巨拳一招秒殺的罪惡 我原本只是懷疑他下正是周圍戰啦 總之這件事情後 男女主還是因為把所有的力量 用於再生身體後腦死 所以帶回去給擁有治癒能力的夥伴進行復活 這段也是非常熟悉的分禁啦 於是男主透過這次又再次決定了 自己要一批都不留 把所有罪惡都消滅了夢想後 哭著希望大明把自己變得更強 是說哭的分禁也讓我很熟悉 算了太多熟悉的東西我懶吐槽了 那剛好處心者總部想要給男主彈丁一個測試 要他趕快來到總部 於是大明馬上帶著彈丁和賽娜在鐵軌上奔跑 要是慢一點的話就會被身後的電車撞死 目的只要刺激男主成長 能夠在其他地方使用處形之力 那彈丁也是成功啦 使用了高速移動招式 力量外放 公然秘密行動 我真的不想多說 但真的是這部好像只要有一個動作 就會有冠名的招式耶 我已經省略了很多招了 啊 還是那我也教你們一招 必殺技 訂閱按讚分享超級留言 在這次的訓練中 但一定還學會了可以優先再生哪一個部位 雖然我說不要再講啦 但是再生時冒出生氣 你真的是艾倫吧 測試結束後 大明告訴男主 其實男主已經跑過10公里到達總部 只是自己刻意騙他來刺激成長 根本就是五條物的個性 本身還愛吃甜食愛裝可愛 總之男主進入到總部 因此遇見所有不同贏的將軍 告訴他們 自己的夢想是要一屁都不留 把全部的皆惡給消滅 那潛女主也十分認同此想法後 第三營的將軍就要和男主打賭 如果男主彈丁成功接下自己三層實力的一拳 自己這個贏的所有人 就會幫助男主實現夢想 放馬過來吧 男主彈丁就被打了一拳紅 肚子凹陷 翻白眼昏了過去 男主的狀態就跟這部漫畫的未來一樣黑暗了 那以上就是這次罪惡之府的故事 沒錯 漫畫就這樣結束了 驚不驚喜 意不意外啊 雖然很明顯 有很多分間和人物角色都是有抄襲的嫌疑 至少在這部作品裡 讓我看到了比咒術回傳 本傳裡更多戲份和能力招式的虎杖 算是替粉絲緣了 看虎杖成為最強 不會再被虐的夢想了 真的是可喜可賀啊 那各位又是怎麼想的 可以留言告訴我 喜歡也可以訂閱跟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